在扣拜的時候 其實這個動作是讓我們的肺能夠更乾淨 能夠彈能夠排出來 所以一旦真的有朋友 不小心得到了新冠肺炎 病毒的時候 你就加在家裡面多拜拜 就是 不管面對哪個方向都可以 他的app都可以 你知道 拜電讓他自己扣手去拜拜 平常如果練過國歌你覺得 網路上加他當作一個畫面 然後趕快去拜 這樣子就有機會把彈清出來 所以你看就是這樣 吸氣吐氣 然後就是你看吸氣 所以在拜的時候不是起來嗎 騎坐一下去就吐氣 其實就是在練上肢的運動 如果拜一百扣手 我每次這樣騎坐一騎坐一 其實就在練你的上肢的運動訓練 那你看就吸吸吸吐吐吐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練我們的腰力 練我們肌肉力量 所以為什麼有些老菩薩 你看他沒運動 可是為什麼他 這個跪拜動作做下去 很多人 練健身練得很厲害 可是關節不好 或是有些膝蓋不好 他就不能跪了 因為他關節不好 他沒有柔軟度 所以能夠拜拜的話 都要感謝 代表我們身體還很好 能夠跪拜下來 所以你看就是 瑜伽修復也是這樣子 你看就是跪拜這個動作 你看到 那這個也是個預防關節性的退化 你看 退化性關節也都可以這樣子來 藉由這樣拉伸的動作 保護關節動作 你看這就是什麼 這不就是拜拜嗎 這不就是我們每天的早晚現象 就是這樣在拜的呢 就是修復我們身體 我們都不曉得 原來拜拜都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 或許從醫學角度去衍生的話 原來我們這個 像效果 也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你看這個動作是這樣的 你看這樣拉起來 就是我們在頂禮膜拜的時候 所謂五體投地的時候 人就是趴下來 整個趴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做一個伸展 做一個肺部清潔的動作 一樣道理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台灣你發現 哎 身體生病了 如果沒有顧好自己 你就要靠造福員了 你就要靠護理師的 還靠社公司 你看 台灣已經見面走入老人化社會 已經跟歐美國家一模一樣了 所以我們需要那麼多造福員 那造福員多 其實你會發現說 好啊 那我們身體都顧好了 今天告訴大家怎麼吃了 接下來告訴大家怎麼運動了 一個動作是包含了有氧 耐機耐力的 跟伸展的三個動作去選一個 那就選擇什麼 就是跟他講那個動作 你就會 你再怎麼沒時間 早晚現象一定會拜得到 那多拜 呃 多拜幾乎扣手 多拜一百扣手 一千扣手都可以 其實 這樣其實慢慢的練我們身體 那 所以造福跟專業 到最後我們希望說是怎樣 到最後 我們讓身體健健康康 不要被造福 真的遇到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面臨的 也是要面對嘛 所以 面對什麼呢 各位看到了 這是 老人的八部曲 需要人家幫忙洗澡 需要幫忙 care身體 甚至呢要陪著去看病 在台灣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要幫忙跑腿拿藥 所以如果能夠自己來 當然最好 如果不能自己來 就要靠這些旁邊的造福員 所以 可是我們人一定會老化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後學 心裡的初衷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 跟盜務中心建議 讓總理導能夠吃杯 然後學 來規劃一下這個長照的 在國外長照做的很完善 可是在國內呢 在台灣呢 常常做的不好 我就說沒辦法做的那麼到位 變得許多老人家一旦 生病了躺下來了 肉體不堪使用了 就變成是要被迫送到 良幼不起的安陽院去了 那與其這樣的話 我們都有 台灣也有單身的 清修道清的需求 那倒不如 我們的自己長輩自己顧 我們自己設安陽院自己顧 所以整理家務啦 管路的服務啊 我們甚至陪伴老人用餐 尤其是如果是老道清的話 因為吃素的關係 在台灣呢 不是每家安陽院或護理之家 都有吃素的服務 就是社會上大概 九成是吃婚的 一成多是吃素的 所以在照顧上 護理之家會貪圖方便 想說你家人沒來看 我就不直接一這樣灌婚的給你吃了 我不管你了 所以這是常見到的 幾乎都會遇到 你當然不能苛求說他不對 因為他們照顧上的統一性 方便性 而且病人也不太會去反抗性的時候 他就全部灌婚的了 這就一定是這樣造成的 未來我們成立一個素食的養護之家 然後希望能夠照顧到我們台灣的這些道清們 那或許也講說 其實我們剛才講 身心我們要講靈了 我就覺得說 其實要物自信 物自信三生是自信佛 那其實六楚談經的蔡惠品就提到了 一段話 或許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 講什麼呢 她講的是 蔡惠品裡面提到了 她對妳講 她講的是 就是迷人修福不修道 就是一般的人 指甲跟一般的氣天仙求說 我要俯禄獸酸泉 然後我要認為修福就是修道 其實不是 當然布施供養 這些出家生人 她的確是有福報沒有錯 可是呢 在供養當中說 如果我們心中 意念上還是一直在 貪嗔痴還是在 造惡念的話 其實 要多達到修福來撿這個罪滅 罪業其實是達不到的 所以後世呢 在輪迴轉世的時候 妳又得福報了 可是妳的罪還在 因為什麼罪 心中所犯下的那樣的 殘存痴的罪還在 所以 一定要去修道自信 身心靈的靈 要讓自信去除這個罪緣 所以 要在個人的自信當中 去得到真懺悔 才能夠 能夠了悟 不然的話 其實都還是 比較 淺薄的 我們講比較膚淺的 去求修福報而已 妳跟這個某某某神 說我要賺大錢 跟那個某某神說我要考試考好 跟那個某某神說我要婚姻美滿 其實 不是說不對 是說那是求福報 不是修道 不是修道 所以頓見明告訴我們 什麼叫修道呢 其實就是 當然就是住心觀禁 住心觀禁 那 可是住心觀禁呢 如果 只有靜坐 所以為什麼在法門裡面 在五貫道修行的法門裡面 不是那麼的 呃 強調 用靜坐的來入心性 為什麼 如果住久了 其實就是六祖談心 六祖祖祖師說的 是四病非慘 就是做居住你的身體的 對於你的 對於理性 自性的了解 沒有任何方法 所以說 然後也提到一個小小的故事啊 人家講說 一個老和尚在山中做蟬 做了三十年 可是呢 有一次在老和尚呢 在松樹底下做蟬 那有一個小朋友跑到那邊玩 不小心時時K到他了 K到這老和尚了 老和尚就 突然就動怒了 罵他 這死小孩 K到我 各位 他做蟬做三十年 那 好像 因為這句話 馬上就破功了 好 所以 六祖老人家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 生來也是做不握 我們知道小baby生下來的時候 他是 呃 我們是做的一個自然而然的 就是胎兒現在在 全在身體裡面 像是一個坐姿一樣 可是我們死掉的時候呢 是躺平的 不是坐姿的 所以 死掉的時候我們是 拉成一條線 就像剛剛那個ICU照片一模一樣 所以 做蟬做蟬 其實不是外表上的蟬 不是這肉體的蟬 那因為如果執著在肉體上的話 就是會執著這個一具臭骨頭 就是 其實沒有對於心情上有任何得到一個 自信成長的一個 自我功課的一個提升的部分 所以以後也覺得 誒要誤自信三生 自己是這結果 那後來這邊再分享一個影片 謝謝 後來想不到十分鐘 後來想不到十分鐘 後來想不到 我們老千人九十多歲 也算是高壽 所以想不到十分鐘 那時候有多數的感受 跟兩人的感受 成本 像是把他們的感受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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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1到1 不感觉是 3 3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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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那么多也是要大家能够过生活 我们就要慎烦兼修 那到50多岁了 那已经在台湾 Rudy森根发现说要看见未来 鼓励到海外传道 那83年想办法 要一贯到能够法人化 正名化 所以要得到一个社会上的认可 因为那时候戒严时期 算是国共内战的一个结果下来 所以要为一贯到取得合法化的地位 就是常常不讲合法化 是觉得正名化 为什么 因为一贯到本来就是合法的 哪里有不合法呢 那到了80多岁70多岁 就看到 担任一贯到总会理事长 那一贯到受考的一个历史翻转 然后到70多岁 开始在办师祖师母的经典大会 过了60年 师祖师母的 就是他的价值才被昭显出来 那到了高专业主导 现在也提出他整合 甚至到了2000年开始 才成立了中树导院 所以中间前面其实没有太多的 我们自己的导物中心 你看那在1996年 现在已经20多年前了 就开始成立一贯到世界总会 所以这个世界总会让台额一贯到站上的宗教历史的舞台 成为一个世界的十大宗教之一 那到90岁 各位90岁你在干嘛 抱孙子的 准备等着进棺材 那可是那一看 还在办 一样继续传道60周年纪念大会 然后呢 那时候老前年坐着轮椅呢 还是一样继续吃杯 吃杯给我们这些道亲们 那到了97岁 那最后呢 已经破百岁了 其实最后当然一定 这个肉体重会坏的一天嘛 所以人生因为继续努力的 不愿因为老而懈怠 所以老前年真的是蛮 蛮得到圆满 人生的四十大世纪 会觉得做这个鱼骨图出来 大家就看得一目了然 这我们用四张头影片就把 老前年一辈子讲完了呢 可是这真的是历史上的一个一瞬间 这生命的旅程的一瞬间 所以后继续努力的结论 今天讲到身心灵 大家养生养生 其实这张头影片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从饮食来 做入口 就是申请的部分 这个甲体的部分呢 要饮食忌口 如果还没有学习吃素的学长 到亲们 鼓励大家来舒适人生 从营养学证据 从这些健身的这些运动员来告诉你 饮食就可以改变了 再来运动 你可以做有氧运动 刚才讲的 散步 跑步 健走 那练肌运动 你可以做这些浮力提升 练 muscle 的 再来伸展 你可以做皮拉提斯 瑜伽都可以 那什么动作呢 什么运动是三个合一的 就是在佛堂的早晚现象 就是拜拜 这拜拜就可以让大家达到 连清费的功能都有了 那做习呢 就是简单规律 什么规律 就是早出而坐 日落而习 就早晚 就是早晚现象 就是常常讲的 孔孟思想所提到的 无日善心无声 每天这样三次 归律作息 那心呢 要活在当下 已经开始要提升心灵了 最后呢 正确的信念 其实就是 刚刚一开始的 我们的 我们的学长 没有学长讲的一样 就是 为什么回到 在道场修行呢 来这边 大家一起 共好成长 共同成长 会发现 这个正能量 吸取正知正念 或许常常以前在 一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时候很累 那时候读到很累 有时候就觉得 那时候去伙食团 一回到伙食团 整个活力又来了 因为看到 学弟妹 或者是看到这些 相关的这些道亲们 大家觉得 大家都快快乐乐 觉得好像 都放下了烦恼 放下了课业的繁重 跟工作的繁忙 觉得好像生理 重新refresh 重新得到energy 所以会觉得这次真的是 回到佛堂 就会那个万元就放下了 然后呢 就是得到这么多典团师 还有讲师 还有同修 这些前嫌们的一个 正面上的互相的激励跟鼓励 这时候人好像又开始 重新崭新了一天 所以这个就是在灵性上的 你会觉得没什么啊 像我们去佛堂 也没特别 特别去健身啊 怎么会回到 就是马上心里就该开阔了 这就是一个灵性上面的一个 信念的一个重新再提升 就是再冠养滋养 那其实 我跟大家讲 养生不是为了延长寿命而已 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 看我已经讲了 我们养生呢 其实要养出生命的态度 养出生命的态度 体悟生命的滋味 活出生命的价值 所以后学后面才会举例说 OK 后学刚好 之前的题目 也准备到老千人的部分 再把这个题目 简单的概要给大家看 我们老千人就是活出生命的价值 其实后学觉得说 我们在海外开荒的这些前嫌门 包括后学 这几年去柬埔寨 然后也刚好去了我们加拿大 然后呢 未来也有机会可能会去其他道场 后学觉得 大家在海外呢 其实海外不比在台湾舒服 台湾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舒适圈 因为我本来就熟悉嘛 可是回到去在国外的时候 哇什么都不一样 思考逻辑都必须要不一样 你要准备 甚至说 跟 跟成全接引道清呢 也必须要 不同的方法 不是在台湾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必须要 一直去 去改变 改变做法 那但是不改变什么 不改变是这个 本性本性 不改变的是我们要成全道清门 我们要让道清门能够自信提升 能够得到正确的信念 然后呢 这才是我们要传达出去的 传到的一个目的 那 手法可以改变 万变不离其中 它的宗旨是不改变的 所以后学觉得 大家都非常的 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值得 后学学习 那最后呢 还是希望大家 我们不要被人家推 但是有一天被人家推的时候 也是没关系 那其实大家 你看有年轻有老人 大家都绕成一拳 就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其实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呢 是一个生命价值的团队 我想讲是提升生命价值的团队 那我们也期待新成员 新学的加入 比如说 可能我们 因缘机会认识的朋友 某个家人 亲戚 他到了加拿大来 那这样子 到了加拿大华人嘛 那找不到 其他的人可以 谈天 或者是接待 那我们拿出我们的 赤神的本心 去跟他做一个应对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我们的好 你们怎么那么好 为什么 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 都没有啊 人本来就是跟人之间 要本来互相辅助啊 又不是为了 只有利益的交换 才就是这样子 所以 杰影新道歉 既然加入我们这个 共修共好的团队呢 其实 后学觉得 就是在彼此提升 自我的生命的价值 就是我们不只要养身体 也要养心灵 所以 身心灵 信心生 三个都一起来提升 好不好 最后呢 后学就是 跟大家分享到 这里为止 就是 如果有讲的 不圆满 的地方 再请天安师 慈悲指正 那再请我们的 前选大家来补充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张医师的精彩 演讲 听得一游为止 还有不少 不少同感 点儿是还引识 提问题 还是要结班 给大家提两个问题 那后学提个问题 张医师你对那个 Fasting 怎么看法呢 哦 Fasting 造成的这个 Dite 然后让你的身体 更好 是吗 那对 那西方人 就不要流行 现在我和 我很多同事在做 后学也在做 不知道有 请你提提 听你一下 你的意见 OK Fasting 它的确已经有 科学上的证据了 其实 这就已经呼应到 我们老祖宗 甚至一些 祖师菩萨所讲的 佛家很早以前 就提倡的 过五不死的概念 其实Fasting 会让我们的 insulin 我们的胰岛素 能得到一个 充分的restore 所以Fasting 目前的做法 其实 后学觉得是 有点反普归真的 就是说 他的确呼应了 我们老祖宗 我们的 佛菩萨 他们早期的 修行的做法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让我们 有人所谓的168 就是16小时 是 属于 不吃的状态 8小时 属于吃的状态 所以Fasting 的确它 有很好的效果 甚至 间断式的 这些Fasting 其实就有点 断食法的话 其实会提升到 让我们的Sale 我们的细胞 能够重新再修复 淘汰一些老旧细胞 再换新血的细胞 进来 所以Fasting 后学持正面的态度 但是呢 要小心 几类人要小心 第一个 你本身就有糖尿病的病人 你要小心去调整 第二个 是本来你就肌肉 比较萎缩的 或者说你的 Body Mass Body Mass 的 Index 不是那么好 你只有 可能体脂肪比较多一点 你的Body Muscle 是不够的 这种人的话 你要小心 你Fasting的时候 你要 接下来要补充餐的时候 你就是要补充 适当的蛋白质 而不是只有补充 碳水化合物的 因为碳水化合物 要转换成蛋白质 它转换效率是比较差的 甚至会容易累积的是Fast 而不是Porting 好 谢谢张医师 谢谢 其他 现在有问题 请问 那我们就请 体育师为我们接班师的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就这一次的 那个 提问 我们等下次 再请张医师 来再给大家解决 好 那 我想张医师 刚刚讲的这个很多 我想我们应该 可以慢慢 如果说张医师 刚讲这些 大概可以确认 去执行的话 一般我们讲 生老病死 那我想慢慢 应该会可以做到 没有病这个部分 把这个病的部分 说到最小 那如果能够这样子 活下来的话 我想 我想生命 不是长度的问题 而是宽度 这是最重要 来到地球 最主要是生命的宽度 不是生命的长度 那这个肉体 如果说能够 好好的照顾 我想 你会好好地 enjoy这个life 如果你没有 好好的enjoy life 那你就留在这里 就会很痛苦 好 那我们今天 谢谢张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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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生意学长 你们都录了 感恩谢谢 CC好棒 谢谢 你干嘛来了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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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医的学习好认真 说你挺想认真 算是 要再继续加油 我们要变同学 我们同学我们跟你一起在上 你心情意要不要再